公主、长公主、大长公主、王姬、帝姬、格格 历史上帝王的女儿称谓五花八门 原来公主的称谓里有那么多的名堂 首先,公主这个词就很奇怪 公是古代封建社会最高的爵位 主是一家或者是一个区域的掌权者 公主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官名 实际上,周朝的天子之女都称谓王姬 这就比较好理解 王指的是周天子 姬指女子 王姬就是天子的女儿 公主是怎么来的呢 战国时期的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中有这么一说 一般来说,女儿出嫁的时候父亲要做主婚人 但王姬的父亲是周天子 地位太过尊贵 伊犁来说是不能亲自主婚的 那怎么办 天子要挑选一个和自己同姓的诸侯 即公,代替自己主持婚礼 这种只有王姬才能享受的待遇就叫公主 相应的,诸侯的女儿也被称为翁主 因为诸侯可以自己主持自己女儿的婚礼 翁就是父亲的意思 到了西汉时期 公主成了皇帝之女的正式称谓 汉朝的国力和中央集权的程度都远远超过了诸侯国伶礼的周朝 所以公主的显赫也远超王姬 并且公主的前面增添了许多的前缀 汉文帝册逢她的女儿刘飘为管桃公主 管桃是一个县名 也就是说汉朝的公主开始和男人一样可以拥有封地 汉文帝去世汉景帝继位后 刘飘作为皇帝的亲姐姐 又被加封了管桃长公主 地位飙升享受诸侯王级别的待遇 长公主一词也首次出现 可以指有公的皇女 也可以指先帝的女儿 即现任皇帝的姐妹 如果是先帝的姐妹 就是现任皇帝的姑姑 则被称为大长公主 公主和长公主虽然只差一个字 却意味着权力和待遇上巨大的差别 从汉朝开始 公主多以郡县之名为封号 比如平阳公主 阳石公主等等 他们不仅作用封地 还有皇帝赐予的上等豪宅 俨然是称霸一方的土豪 晋朝时 皇帝的女儿封为郡公主 简称郡主 隋唐时 皇帝的女儿 姐妹 姑姑都称为公主 太子亲王的女儿也可以封郡 封县 称为郡主 县主 公主封地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了宋朝 宋徽宗前前后后生了34个女儿 如果一个个都分封出去 耗费的田地和财富可不是一笔小数字 于是宋徽宗就决定隔除这一延续千年的弊端 取消公主的封地 而要改制就从改名开始 公主不叫公主还能叫什么呢 叫地基 宋徽宗的公主们纷纷改成地基 然而仅仅过了十来年 北宋就在经国的铁骑下灭亡了 南宋政权建立后 立刻就废除了地基 恢复了公主的称谓 到了清朝 格格本是满语中对女子的进称 大概相当于汉语中小姐的意思 满清入关之后 国君和一些贵州的女儿都叫格格 1636年 皇太极正式称帝 开始实行汉化政策 皇帝的女儿都改成公主 皇帝的姐妹称长公主 公主也分等级 皇后生的叫顾伦公主 顾伦是天下的意思 嫔妃生的叫和硕 和硕是地方的意思 但公主以下的王宫贵州的女儿 仍然叫格格 比如亲王的女儿称为和硕格格 相当于郡主 郡王的女儿称为多罗格格 相当于县主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 下次见